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哇 這邊有好多器材都好吸引人喔 但是 如果我在家根本沒有這些東西啊 也沒有什麼姿勢 是可以在家裡面 帶著爸爸媽媽一起來練 或者是說 我可以在辦公室偷偷練習的姿勢呢 來 映童 我來解決你的煩惱 第一 家裡有椅子吧 喔 那辦公室也有椅子吧 也有 待會我們要慢慢的坐下去 但是屁股碰到椅子之後 就要起來 就可以接著坐下去喔 好 那上半身保持正直 開始慢慢的蹲 上半身打直 碰到之後 蹲起來 第二招我們可以用啞鈴 如果家裡沒有啞鈴的話 也可以用兩個重量槍子的水壺來代替 所以我們要來練習上肢的肌肉 首先 面包在旁邊 慢慢的用二手機把它拉起來 打開到旁邊 慢慢的再往上推上去 不要讓啞鈴保持在身體的後方 對 就要接上去 再慢慢的從側邊慢慢的下來 對 很好 再拉著回到前面 對 再慢慢的跳下來 第三招 我們要會拿彈力帶 如果沒有彈力帶的話 可以用毛巾來取帶 就首先 把彈力帶繞著手掌的部分 繞完之後 與肩同寬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手舉到最高 向外拉開第三個絕活關 往後 往下 到這裡 維持十秒鐘 維持十秒鐘之後 再慢慢的舉到最高 再慢慢的放鬆 回來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我們把肩膀打開 不要認為圓肩 而造成有腰斑被動的情況出現 神聖的院長 你剛才我們這三招 基本上家裡面 都可以找到東西來替替代 真的好痛苦喔 對啊 所以不一定要到什麼健身房的地方 在家裡隨時隨地都可以來做訓練喔